大家好,我是爱兰说威子,现在正值4月,这期我们来聊一下4月养兰注意事项,给以后做好基础。 春天是兰花发芽的时候,新苗孕育时间的早晚,生长状况直接影响到当年兰草的生长,也关系到当年能否再次孕育花蕾。 所以,这个时候能否培育出健壮的兰花苗就显得尤为重要。 但是,往往这个时候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,如何能让兰花的新苗生长健壮不夭折?快跟花花一起来学习一下吧! 首先,我们要回判断什么药的新芽才是健康的,新苗的叶片数量和叶甲宽度都可以作为我们判断的标准。 一般情况下,兰花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壮的,所以新苗的叶甲会比母苗的更加宽大,叶片数量也会有所增加。 而且同种,同株的兰叶,生长越健壮,叶片数量也就越多。 兰花的新芽最害怕的就是肥害,有些花有在花齐之后就会给兰花施加肥料。 如果恰巧施加的又是叶太花肥,就能迅速地接触新芽,但是对浓度较高的肥料缺少抵抗力,所以很快就被烧死了。 但是故太肥,缓氏肥以及自己发酵的有机肥一般不会很快出现这种情况,但是这是先手养兰长饭的一个错误,太着急给兰花补充营养,反而让新芽在没出土之前就腐烂了。 兰花也害怕水害,尤其是盆栽栽植的兰草,春天雨水较多,有很多花有为了省事,不论南方还是北方的花有都会把兰花搬到室外养护,但是盆土并不像自然界中的土壤那样,排水性、透气性都比较好,所以当雨季来临的时候可能来不及做好排水,兰花的新芽就会遭受水害。 所以不要看着院子里的兰花长得不错,就把盆栽的兰花搬出去,还有一种虫害对于兰花的新芽有致命打击,就是虫害,特别是一些地下虫、芽虫等,很多时候新芽可能还在土壤中就被虫害品尝完了,然而主人却完全不知情,等到了很久以后发觉新苗没出土,才发现兰芽早就已经被吃掉了。 大家在养护新芽的时候最好能把杀虫剂和细杀与养料掺杂,洒在喷面上,这些害虫通常会在晚上出来透气,所以我们就需要趁这个时候把它们一网打尽。 4月份养兰花,想让它的叶片飘逸,珠形雅致达到神形俱好的状态,需要适当的遮光,不要完全暴露在强光下晒,因为强光暴晒会导致它的叶片颜色不翠绿,发挥光泽感不强,摸起来特别粗糙。 有些不耐晒的品种会因为光线太强而出现黄叶,干肩的现象甚至影响生长,肯定会影响它发心芽。 所以建议春天养兰花,晒太阳的时候,避开中午的强光,只晒上午10点前及下午3点后的阳光,达到遮阴30%到50%,有些花友说早春的阳光不强,不需要遮阴,但是进入三四月份后,阳光的逐渐的加强,你可以养两盆一样的兰花,一盆遮光,一盆不遮光,很快就能看到区别在哪里了,但是也不能完全遮光,光照不足也会影响你。 它们将长新芽,甚至影响生长,进入四月之后,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都会加升,兰花会逐渐恢复生长,开始孕芽,长新叶,对养分的需求会越来越大,所以施肥要重视起来,为花开败之后,最好先用复合肥,等新芽长出后,再施一些主含寒淡的缓施肥,做到薄肥勤施,这样整体长势就能多顾到,换盆要趁早。 很多花友都会在春天给兰花换盆,但需要注意的是,换盆尽早不紧晚,只要当地的气温高于15度,就可以换盆了,太低的时候,不易浮盆,太晚了,会影响它发心芽,长新芽,多通风湿云,春风吹又生。 兰花本是野外一株草,它在春风的吹拂下也会发心芽,春天天气回暖之后,容易发心苗,也容易让植株长的健壮,增强抵抗力。 兰花天性喜欢空气流动性好的环境,这样它吸收的氧气足,根叶都能快速生长,根状则一发新芽,新芽多,新草旺,整个株形自然就美了。 如果不注意通风,始终把兰花养在室内通风不好的地方,其长势肯定会受到影响,观赏价值也会降低。 说了这么多都是为了养好兰花,4月对于一年兰花的生长是至关重要,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。 我是爱兰说威子,希望大家都能养好兰,我的视频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关注我不迷路,欢迎转发分享,咱们下期不见不散,再见。